接下来要上的东西叫做声速 声速就是声波传波的速度 我们前面教过了波速只跟见词的种类体状态有关 所以声音也一样只跟见词的种类体状态有关 而我们国中基本上都是教空气传声 所以就是讲到空气的状况 空气的情况 那么我们说 这边有一个表 这边有一个表 基本上你就被不同状态的物体传声音的时候 波态大于液态大于气态 这句话不是真的都是对的 不是真的都是对的 你看到这个签只有多少 11900 可是排水却有1520 这个液体比部体大啊 但是呢你就不要管这些少少的例外或怎么样 你就给我背就对了 你就背 传声的速度是固体大于液体大于气 这叫做不同的种类 不同的种类 三态的介质基本上是固态大于液态大于气态 那刚刚讲过了我们讲的是空气传声 空气传声那就会跟空气的状态有关 温度高湿度大风速快 同时顺风的时候声速会比较快 我们通常只管温度高 我们通常只管温度高 温度高的时候传声音比较快 那我们有个伟大的公式叫做V等于331加0.6P 这个公式从来没有出现在课本上过 但是老师都会拿来考 你还是要做背考 学测也考过 学测的考法是他告诉你 0度气的时候是331 15度气的时候340 然后问你25度会怎么样 你就自己推算 自己推算 OK 那你就背下来就好 V等于331加0.6P 331就是速度每秒几公尺 0.6就是0.6 P是温度 15度就乘15 20度就乘20 就是 这个在一般生活中 一般范围内 你的空气都可以用这个公式 V等于331加0.6P 声速跟温度的关系 请你把这个公式背起来 请你把这个公式背起来 V等于331加0.6P OK 然后 重要的观念 有些未来学光的时候也继续用到 第一件 同一个声音 在任何介质传播频率不变 未来谈光的时候也是一样 同一个光 在任何介质频率不变 光在空气是红色 经过玻璃是还是红色 射到谁里面也是红色 这叫做频率不变 声音也一样 正常啊 不然就完蛋啊 一个音乐会 那边冷气冷一点 这冷气是多一点 那边热一点 这冷一点 反正听风都一样 而且很好笑 我唱狗为民 你干嘛说吧 是不是很好笑 所以频率都会一样 这个是重要观念 同一个声音 在任何介质传播频率不变 还有一句 同一个介质传任何声音速度不变 同一个介质 我们刚才跟你讲过了 速度指跟介质的种类级状态 有关跟波源的正幅跟频率不关 考试考过 三个人在前面大声的喊 有人喊着大声 有人喊着小声 有人喊着高音 有人喊着低音 请问你谁先传到对面 一样 因为同一个 同一个介质传任何声音速度是 一样 这两句话是重点 你要给我记住 这两句话重点 你要给我记住 同一个声音 在任何介质频率不会变 同一个介质传任何声音 速度不会变 重要观念 记住 好 看到闪电 5秒听到雷声 大概离我多远 我这里直接告诉你速度300次 考卷上可能告诉你 当时气温25度 然后你要自己去知道速度有多少 OK 那因为因为光很快 就当作光是立刻马上到 有闪电立刻看到光 然后才声音在慢慢慢慢跑过来 那就可以知道两个离有多远 OK 停车站界问 他离我有多远 发声速离我有多远 小哥女生吧 女生 我说哪一生 14号 诶又是自由生 奇怪今天你们都跳到自由生 你说多远 还没算完 还要再让你算一下 你多少 你说多少 400 1400 1400公尺 请坐 你多少 1700公尺 1700公尺 很好 因为光速很快 就当作立刻到 所以呢 就只要算 只要算 声音要花多久 声音要花5秒 每秒走340 花5秒走多远 1700公尺 所以答案就1700 OK 有人有问题了吗 有人有问题吗 没有 很好 人类第一次测水中申诉 准备两艘距离14公里的船 这个人去敲个钟 这个人从 放个强光 就刚刚跟闪电一样 立刻到 然后呢 敲个钟 请问你看到强光后10秒钟 才听到水传过来的声音 就表示水传声速度多少 刚才是问你 距离有多远 现在是问你速度有多少 意思一样 反正速度就是距离除以 时间嘛 所以你只要 时间是 时间是10秒 那你就大概知道距离嘛 然后就会啪啪啪就出来 OK 好 声速多少 距离有14公里 放个闪光 敲个钟 看到闪光 后10秒钟 听到水中传来的声音 那请问你 老师水中的声速是多大 老师水中的声速度多少 带个难 你办该没有39号 27 27号 27号 你的答案 你的答案 你的答案叫做1400 很好 答案 写成科学记号1.40 1010的三四方就是 1400 就是1400 请问 标示动动 请问你有人有问题了吗 有人有问题 小老师看起来你的脸也是要说有问题的脸 好 有问题 光速极快 所以当作瞬间到达 所以不需要计算光要花的时间 就是立刻到 好 立刻到 那么就是 所以 声速就是距离除以时间 距离就是 14公里 1.4 乘以10的四次方 好 那时间呢 10秒钟 这是把它换成公尺 换成公尺 好 这么多公尺 所以答案就是1.4乘以10的三次方 这样就好 距离除以时间 你听那个 那个间隔就是 那个间隔就是声音所花的时间 OK 然后就这样 好 可以吗 可以 这是一个铁道 铁轨 然后我去敲铁轨 你有听到两个声音 一个声音是从空气传来的声音 一个声音是从铁轨传来的声音 刚才讲过嘛 船声是腹态大力 太大于气态 所以你先听到 你先听到铁轨怀来的声音 再听到空气怀来的声音 这两个声音的间隔是2.5秒 那么 空气传声假如是340 那请问你 铁管传声 走吧 铁管传声的时间 会比空气传声的时间少多少 少2.5秒 铁铁传声比较快 铁传声比较快 铁管传声比较快 它会少2.5秒 所以一样 距离除以时间叫做速度 你就可以算出速度叫做什么算 对不起 时间要怎么算 速度是距离除以时间 那时间是什么 时间是怎么算 然后呢 两个时间要差2.5 而铁管所花的时间比较少 铁管所花的时间比较少 那个空气花的时间比较多 这样子位置多大 可爱小女生 你们有17号吗 没有17 11号 谁 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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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答案多少 你的答案多少 多少 多少 你跟他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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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答案多少 你答案多少 好 坐下 不会算的人 不会算的人 请听清楚 如果你还听不懂 赶快问 如果铁管的声速是x公尺 空气传声速度是距离除以时间 那时间等于什么 时间就等于距离除以速度 所以空气传声距离930 他说的约330公尺 除以时间速度340 铁管的是距离除以x 这两个差多少 2.5秒 谁大 空气传声大 空气传声比较 速度比较慢 所以就两个相减 两个相减要等于2.5 这个数字 因为不好 所以没办法完全正书 所以只能算一个大概 所以就是340分之931 减x分之931 等于2.5 4分之10 所以大概是3.9 乘以10的三次方 大约略值 请问有问题了吗 重点是你要知道怎么想 重点是你要知道怎么想 我怎么知道这样解决问题的 那个计算的过程并不重要 有人有问题了吗 没有 很好